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做直播我们有两个重点 因为我们双喜临门 哪双喜呢 第一个就是我们刚讲50个节目 刚上架完 然后非常感谢大家都可以来我们来支持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多用心podcast 已经下载突破1万人次 不容易哦 我们什么时候多用心上架 我们是其实是7月 对但是其实就是短短时间 而且是每天哦 我们的荧光笔是天天每天都要陪伴大家 7月1号到现在还不到两个月 对 那大家都很努力的这样子 而且啊我们今天还有一个 要回馈听众观众的梗啦 就是呢 待会我们下半个阶段呢 会邀请听众还有观众 跟我们一起来录制这个特别节目 也就是我们会把我们等一下的这个直播啊 就直接把它剪辑 现在呢不管你在哪一个分享的平台上 都记得要到脸书的多用心平台 下面去留言 因为你的即时留言我们会即时看到 我们即时看到以后我们就会即时回馈 对 我现在很忙 因为我现在就是在我的那个个人粉 个人的这个专业还有粉 那我们先把这个时间就交给云轩 这么突然 好啦我觉得今天真的是非常的开心 因为第五十集 我觉得制作的这种过程啊 要去搜集那些相关的新闻 其实对我来说不容易 因为新闻这件事我觉得 对我一开始觉得好遥远 毕竟它就是比较啦 一开始是在电视上呈现 然后之后又是在网路上 你可以看到一些人家的新闻分享 那当初接这个的这个任务的时候 其实心里有点震撼 因为啊每天都要看新闻 就不晓得我们传播长 每天是几点看新闻 其实现在因为资讯多嘛 那手机大家都随身携带 所以各种资讯都会 information都会进来 那我自己的话大概就是每天 大概就是五点多会起床嘛 那就开个新闻 那原则上不会不会执着一直看着他啦 可能在做自己的事 可是会听 听到一些觉得不错的新闻 就会把它记起来 那其他时间大部分的新闻的资讯 都是靠手机 靠平常的电脑去取得 Lance有在讲说 这个我们五十集嘛 每天这样陪伴 可是我们如果只是报 我们听到的新闻 或者是我们找到的新闻 或者收集到的新闻 或者是外电新闻 其实是跟人家一样 所以我们这个新闻 为了让大家在听Podcast 不一样的时候 我们其实有做了一些 我们的企划的策略 那要不要两位谈一谈 好 其实因为 就是传播长之前一直在提说 善观点很重要 对 那因为现在其实媒体非常的多 但是媒体试读啦 这等等其实都是现在非常 大家非常重要的 要知道说怎么样看新闻 然后而且呢 你看不同的新闻 你可能对你会有不同正负面的影响 这样 所以呢我们其实都会从一个讯息 比方说今天哪里水灾 或哪里火灾 从这个讯息之后 但是我们去深入探讨 为什么森林大火 原来可能跟那个植被啊 什么等等都有关系 我觉得就是在搜寻这整个过程当中 是一个很棒的学习 因为你就像刚刚荣轩讲到的 它不只是一则新闻而已 或是一个讯息而已 你可以从当中去找到 可能一些科学家的证据啊 或者是相关的一些因果关系 就觉得蛮有趣 有点可以看到一些社会现象 我觉得这是一个 我们新闻营光笔的特色 对这要感恩同仁啊 所以虽然我们是讲说帮您画重点 可是很多的重点是同仁找出来的 那个重点不是说 外电给我们的原文上面就有的 对对对 对像刚刚荣轩在提说 这个干旱火灾植被变少 对不对 那像其实我们有找到BBC 有一些那个科学家的研究 研究到什么呢 在干旱的地方 其实那个树啊 树本身里面的含水量就变少 所以一旦不小心起火以后 它烧的为什么比以前快 因为空气中的水分也变少了 那个本身植物的水分也变少了 所以有一些东西我们看起来 好像是说现在很多地方是高温大火 其实可是大火为什么烧的那么快 它其实还有其他的背后的原因 那我们就会尽力的去把这些东西找出来 让我们的这些听众朋友能够了解 能够知道 对其实蛮开心的 就是前阵子有一个听众朋友说呢 其实他的这个中学生 都会听我们的节目 为什么 因为他说现在就像我刚刚讲 媒体素养 媒体试读很重要 那中学生今天他今天考大学啦 或什么也都会听 那像有些小资女啊 他想要了解就是每天的资讯 但是他会有所选择 对他想要对一个资讯有更深度的了解 也会听我们的节目 不错啊 唯一的问题就是 突然之间要开播前 他们的钱大概两个礼拜 一个礼拜就说 我一定要来负责主持六日一起 所以呢 于是呢 我就从那个陪伴的过程呢 就变成了 我也要变成是主持人之一啦 对 很感谢啊 就是Roger这个主题啊 都很五花八门 非常的多元 所以其实也非常考验 就原来Roger学识这部渊博 比方说我们有讲到那个 那叫什么 微博望远镜 你就要去讲到天文学的东西 那像刚才讲到那种 好 蜜蜂 为什么现在变少了 你又要讲到有关生态 跟环保这些 好 再来呢 还有哇 思义联卡破产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哦 那你要注意啦 个人理财的这观念很重要 所以在里头啊 都可以听到 我们从国际新闻 然后怎么样呢 去带到跟我们个人有关系 所以非常谢谢Roger 没有啦 谢谢两位给我这个机会啦 那就是把以前念的 不管是经济学啊 物理学啊 等等的 或者是像我 我大学是念 我们是念工科的嘛 这一类的望远镜啊 等等这些东西比较清楚 那当然还是需要找资料啦 只是说我们找资料也要找得清楚 而且要引经据点啊 就是说因为网路上有太多未证实的新闻 也有很多是未证实的学历 那我们不想把这样的东西带给听众 让他听完以后误导 所以很多东西就像刚刚Nancy在讲 比如说斯里兰卡的破产 那我们很多人在看外电新闻的时候 看完以后就觉得他跟我有什么关系 对 对所以后来跟Nancy讨论 就说其实可以把他跟个人理财联合嘛 为什么因为一个国家的支出跟收入 其实他是有一个计划性嘛 对不对 可是遇到这个疫情 结果他们原来的这个观光收入占比这么重 突然之间就少了 然后再加上他之前因为乐观看待他的观光业 因为他的基础建设起来 所以呢他大局的投资这些基础建设 结果就变成负债 导致理财就会变成是国家就开始越签越多越签越多 最后就变成破产 那同样的道理 我们现在很多的年轻人 以前流行一个叫月光族啊 对不对 薪水拿到就把去年上个月的咖啡先付一付 就剩没多少 那这其实就是一个收支平衡的东西 所以我们会借由这样子的部分 让大家连结到自己的生活 不过这部分跟云轩配合的比较少了 对有点可惜 但是我觉得刚刚讲到的都蛮好的点 因为尤其是 我就想到我们之前在做这种相关的新闻的时候 荣轩就非常的谨慎 新闻的正确性 等一下 我们读用心的小编说 平常喜欢关注什么新闻 对已经有一些人在留言了 全部长我们要不要看一下 好 围一下大家 师伯说没有跟我合照过 师伯我们下次找个机会吧 对李小文跟我们一同观赏 那要不要留个言呢 好 那我们暂时跟我们的网友互动 先这样 等一下再看看有没有新的留言 那Nessie有没有要往下 继续跟我们的听众分享的 有 其实我们这段期间 虽然时间不长 但是也有一些这个听众呢 在我们的脸书上会做留言 然后跟我们互动 比方说有一个金师伯 在我们做那个 哇原来人体的血液中发现有微塑料 结果他又流说 哦这个塑料可以回收耶 对就是蛮多听众 那其实我们在昨天我们有先把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有预告到FB上面 然后就请大家先来思考看看 你对未来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想象 为什么我们想出了这个题目 因为其实我们每次开会啊 就会发现我们的白板都密密麻麻的 对很多的主题 但有很多科技发展的遗珠之憾 金师兄的马上就说他非常期待 你看你一讲他马上回应 代表他不是只是开着哦 他真的很认真的听很认真的看哦 真的 才可以及时回应啊 我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那个留言当中的一些朋友们怎么说 就有些朋友像PPR就说最好是都可以去到哪的任意门 他想象的是一个这样子的未来 那荣轩自己也有回就是 就是希望有长生不老药啊 然后也可以就是起死回生这样子 那还有就是我们的Frenda 他是说天空机车 这个非常的有未来感 就感觉在那种科幻的电影当中都可以看到这种 在天空上那样飞 然后穿梭的非常的快 感觉你都可以随时到任何地方 其实好像跟任意门有一点像 那我就会觉得 对啊这样未来感的东西到底还有些什么 我就想到我之前有看了一出电影叫做一级玩家 它里面就是用那种VR的游戏机 就是他们一起进入到一个虚拟世界的那个游戏这样子 我就觉得非常有那种未来感 感觉好像以后什么样的生活生活形态 都会在虚拟的世界来执行 我自己是保留了 可能我是老口口了 对对对 但其实我因为玩这个3D动画其实算很早 应该有30来年了 30几年就很早 刚引进台湾没多久 我就已经开始有接触了 那其实这些虚拟ARVR等等技术其实都还算是理解 可是我因为可能也是因为长期做这样 我反而觉得看得到摸得到实质的东西比较好 那就像你们很喜欢网购嘛 对不对 像我女儿也很喜欢网购 可是像我就很不喜欢网购 可是网购回来东西也是实体的啊 对可是因为就是你没有先看到 比如说像他们会买衣服 对 那可是我就会觉得说 我如果没有摸到那个衣服的料子 除非那个品牌是我很清楚说 他出的料子一定到什么样 那我就会觉得 我只看那个型 看那个model拍的漂亮漂亮的 我不会买 对对 这样子我真的 因为跟你做节目以来啊 你会发现我们的全播长Roger非常理性 很多东西都很理性 对 然后你知道吗 我就跟我女儿在讲这个买东西的时候 然后就我女儿就会说 可以退啊 退不用钱 我说可是买跟退这件事情呢 其实就增加了碳足迹嘛 增加了这些成本嘛 那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 所以我其实是比较喜欢 将来也许一级玩家这个虚拟 可是我们怎么样把这个虚拟跟现实 整合的很好 也许我们这样讲 比如说我可能可以到某些叫做展示中心 去看到那个东西 可是我不一定要在那边买 它不一定要准备很大的长出 我可能在那边就可以下单 直接送到我家 也有可能 就是说将来很多这样的配备 不过科技一直在进步 随时都有很新的 那不可否认的是便利啊 这件事情我想是很新的 那你对那个元宇宙啊 就是说我这个前三秒我在跳伞 然后我后三秒 到虚拟世界我可以去那个海滩冲浪 你对这种什么感觉 我自己是这样子 也要去真的海滩 对 我觉得元宇宙它是 它其实可以帮助很多 比如我这样讲好了 这个虚拟世界里面 比如说我们没有办法去 法国罗浮宫 可是呢我可以进入元宇宙 去看罗浮宫里面的长相 罗浮宫里面的名画 意大利的雕塑 那我其实觉得就是可以变成 以前讲叫秀才不出门 能知天下事嘛 能够就利用这样的科技 可是当我真的有机会 当然我是会希望去看到实体啊 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互补的 而不是说谁排斥谁 那现在的元宇宙 我不是很喜欢的原因 是很简单 就是戴那个很厚重的眼镜 违反人体的那个自然的活动 会不舒服 所以以现在的科技 我一直不太看好元宇宙 又有一个听友进来了 是哲敏耶 哈喽 哲敏说小时候的这个手游摩尔庄园 现在又推出另类的元宇宙观念了 因为我女儿有下载 所以我知道 不过我女儿是一个下载 一个没有下载 那她们的观点很好玩 另外一个下载 所以她以前的账号 没办法在新的时候有上连续 所以她就不玩了 那另外一个就是有趣玩 我觉得元宇宙位 我算是看好的 就因为我觉得她可以 像刚刚Roger提到的 她是可以带来我很多的方便性 那当然也可以让我再回过头 来看看自己现在的生活 是 我们要再次感谢了大家 因为那个就是我们的下载数 在短短的时间就破万了 这样 那我们很希望 因为我们其实 大家平常都只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嘛 对 那看不到人 那我们会透过影像的部分 会在我们的多用心 花朵的多用心的这个脸书上呢 然后会跟大家不时 可能会互动这样子 对那同时呢 我们也会有一些 我们特别每天都会有一些美编 那大家也可以在上面 跟我们有一些互动跟留言 对 而且很期待就是说 大家给我们一些回馈啦 因为我知道很多的Podcast平台 我们其实都有上架 可是Podcast的平台 他其实留言的功能不是那么的方便 对 所以我们才会成立 我们的这个脸书的粉专 不管今天也好 或者以后的哪一则 我们的这些听众朋友 如果你觉得 我们节目上有什么需要改进的 或者有节目上有哪一些需要调整的 你就可以留言在上面 比如说你觉得我们可能环保啊 科技爆很多了 可是也许我们可以爆一些生态 或者我们可以爆一些那个 有趣的趣闻 你也可以提醒 那我们就会在上面去努力 所以后续当然还有一些新的发展 也许有更多的更新 我们也会做的调整 刚才我们聊到了 就是对未来世界的那个想象嘛 那今天这一集啊 我们会特别把它 就是剪成一个特别节目 那我们之后啊 也还会不时的 就是说会做直播 然后来跟听众观众呢 大家做一个互动 希望大家给我们 有什么样的建议哦 都可以很开放性的来跟我们说 对 最重要的是要帮我们推广 如果您听完觉得这样的东西 是有帮助的话 要帮我们多推广 好 那我们就新闻营光笔 提供你观点思考 我们下回见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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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